欢迎收听coco早餐 上个礼拜我跟台湾同乡会在旧金山 非常知名的台湾会馆 还有像孔雀山庄的洪顺武博士 以及很多的组织 像台湾行销协会等等 特别要谢谢在旧金山 民进党的美西党部的职位 李汉文小姐他非常辛苦 安排了我非常多的行程 又到了洛杉矶 其实基本上除了感受到台湾 相亲们的热情 跟对台湾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热切之外 我也看了Silicon Valley 也有机会跟Stanford 稍微的不算是非常深入 在Stanford大学的台湾的同学 有一个短暂的见面 我自己其实是感触非常深厚的 台湾的媒体对于财经新闻 对于产业新闻 对于特别是科技网络新闻 似乎报道的不像一般的政治新闻 尤其是像政论节目 几乎都不能谈这一类的消息 而这一类的消息 在台湾的政治已经确保自由民主 台湾的政治已经充分独立于专权独裁 跟一个传统的历史包袱之后 其实台湾的经济发展 产业发展才是未来的命脉 因此我们怎么样让更多更多的产业的新闻 更多的未来的趋势变成商业 也就是说当Silicon Valley这件事情 已经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之后 也希望未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多一点关于矽谷的报道 矽谷的成功 在有一本书里面有一位陈文雄博士 说得非常好 就是五句真言 叫做创意创业 然后这个商品化 公司价值化 以及竞争力 那台湾的所有的产业 其实未来所面对的都是创意创业 商品化 公司价值化 以及竞争力 那未来在coco.com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会好好的 这个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一类的议题 而在Silicon Valley里面 最近有一个新的发展 这个新的发展就是 难道矽谷也在山寨中国吗 这不是一句玩笑 这是一句真实的讨论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中国大陆 用手机支付 用QR Code支付 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先进的 而且非常多的人 他们呢 所这个遵循的 而且所依赖的一种生活支付方式的 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发现不少人 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生涯当中 已经用手机来决定 他的支付的方法 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 这个支付宝跟微信支付 在中国大陆非常多的人呢 已经把它当成是 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最近呢 Silicon Valley却开始开发 类似的手机的支付吗 这个是大陆的一篇文章 当然所谓的Apple Pay 恐怕就是支付宝 跟这个微信支付的 一个山寨板嘛 这不是一个玩笑 而这句话呢 代表的 恐怕是另外一个 非常值得我们精心来讨论 跟精心关注的话题 这一点呢 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跟大家来 好好的来讨论呢 好 今天在另外一个主题上面呢 我们仍然要关注的是 赵峰的涉嫌洗钱案 今天的八点 整点新闻之后呢 我们要跟各位所连线的 是精管会的副主委 桂仙龙先生 桂仙龙副主委 是第一个发动 要让同怀南写信 给联邦准备银行的 纽约分行的这样的一位 精管单位的主管 他也是第一时间开记者会 向大家宣布 赵峰为什么会在8月19号 才公布8月1号 政府所得到的相关的讯息 事实上政府是7月29号 所得到的讯息 在7月29号到8月19号 我们的林权政府 彭怀南总裁 金管会财政部 赵峰金 也就是赵峰银的母公司 是不是涉嫌吃案 是不是涉嫌私了 为什么不对外公布 这个谜团到现在 都没有人能够答复 昨天蔡英文总统 在民进党的中常会里面 第一次讲话 他说这个贡股银行 涉嫌洗钱 一定要查查到底 没有上限 他还说 这是匪夷所思 荒腔走板 蔡总统 请问你说的匪夷所思 荒腔走板 是哪一个部分 是5月20号以前 国民党马英九政府吗 还是5月20号以后 到7月29号 明明知道 有这个案子 却密而不宣 的交接中的政府吗 也或者是7月29号 得知这件事情之后 不向股民公开 不请经管会 做经管监察 不请检察官 来了解 是否涉及刑事案件 不由经管会 进行经检纪律 不交由法务部 来彻查 却透过私人裙带关系 来遮掩 解决这件事情的 经管会 中央银行总裁 和行政院林全院长吗 我有一个疑惑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解决 还没有解除 我也希望 总统府的发言人 黄崇燕先生 或许等一会儿 我们的八点以后 制作人也可以请教他 请总统发言人 去请教蔡总统 叫彭怀南写信 到美国去 去要求对方 把三亿多的罚金 减为1.8亿 蔡英文总统 事前知不知情 如果蔡英文总统 事前不知情 林全院长 跟彭怀南总裁 金管会 是不是涉及蒙骗 如果蔡英文总统 涉及 事先知情 也就是这个 有可能有嫌疑 是要吃案 私了的这个案子 蔡英文总统 如果是默许的话 那荒腔走版 匪夷所思的 角色之一 是不是也有 蔡英文总统的影子呢 我是一个 就是论事的人 我也希望中华民国的 所有的评论者 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听众 跟观众 大家都能够 就是论事 因为昨天有人告诉我 不要再批评彭怀然了 彭怀然做的事 总统怎么会不知道呢 因为昨天 有蓝营的政论节目 居然说 叫蓝营的民众 要冷静一点 不要再批评赵峰案了 因为批评下去 很可能就会变成 打到自己人了 还有蓝营的政治 政论节目说 为了要想办法 转移焦点 所以呢 这个赵峰案 就要批评 徐光熙 批评彭怀然 天哪 这件事情 不能就议题的本身 来讨论吗 我真的要鄙视这些 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也要鄙视我们某些 政治人物 对于这个案子到现在 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2015年2月 在金检 这个纽约 赵峰银行的 分行的之前 发生了那么多的事件 请问我们的立法委员 你跟金管会 要了多少资料 金管会的报告说 有76笔账户 174笔金钱 还到处有人放谣言说 这个跟军购有关 跟秘密外交有关 不要骗人了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一年的秘密外交的金额 不过才 二三十亿元 二三十亿台币 十几年来合起来 也不过两三百亿台币 而这次涉及洗钱的是 一百一十一亿到 一百一十五亿的美元 所以不管是周刊王 或是什么 什么插周刊 或者是某一些 奇怪的传播媒体 请你们不要用这种方式 来洗毒好吗 这明明就是一个洗钱的案子 把它弄成是国家的 秘密外交任务 甚至于把它提到是军购 还把它讲成 彭怀南是奉蔡英文总统之命 来邪命去谈判 越搞越迷糊 越搞越神秘 越搞越黑暗 也越搞 越让人觉得无法忍受 人民能够接受吗 所以要请教总统蔡英文女士 你说荒腔走板匪夷所思 到底是哪一个阶段 你为什么不把话讲清楚 如果荒腔走板匪夷所思到 昨天必须让徐光熙总经理 来下台的话 那请问徐光熙 他在赵丰营总经理任内 升到赵丰金控的董事长 而这个董事长在事发之后的8月1号以后 都没有被判离职 或是没有被他的长官请求调查 那他的长官包括金管会 包括宅政部 包括林权院长 是不是要负起一些连带的行政责任 这是救世轮实 彭怀南总裁写的那封信 到底是用什么身份写的 他有没有换取什么样的条件 三亿变成一点八亿 为什么对方要降价 降价的理由看的是彭怀南的私人的面子 还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家 还是彭怀南跟徐光熙是连京 这样的裙带关系 这么多的问号 蔡英文总统八个字就可以解决吗 如果我是林权院长 我可能更想知道这些 林权院长说 金管会跟他说 2015年纽约的赵丰分行 接受精简 事实上在这之前 2007年开始 赵丰的国际 美国的分行 就受到了精简的质疑 而林权院长 他居然全盘接受了金管会的报告 金管会的报告以密件为由 不对外公布 对立法委员也保持部分的神秘 这是在掩饰犯罪呢 还是在以所谓的金钱 秘密外交 军购作为借口 来防止外界对这件事情的查查呢 这一切问号 在蔡总统的八个字之后 更显得重要 这一点 我保证 我们的节目 会继续的跟大家追根究底到底 如果你是否有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